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這個游達BestBest的時間 上次賽事都不太好 那代選擇一隻南俱寶 應該都是新一代的菊草千王 誰知爆了一隻重金 爆了一隻平常心 八百多元八十幾倍 都沒有計算 那天菊草賽事入馬 都是暗勇多多 那天雖然潘頓 威風百面 跑足十場 五回合都入三甲 但都幫不了手 希望這次可以幫到大家 今次都是在菊草跑 九場 今次我比較喜歡 第五場 這一場 四班千二米 這陣子都是 這陣子都是 零買當頭起 都是要買潘頓 喜歡潘頓那匹 九號的喜悅精靈 這陣子 我都看過這些資料 雖然這陣子 今季未贏過 但跑了很多次 都跑得很近 跑馬地千二 也試過跑第三 那次是八道騎 都是去年的事 這隻馬 過去這麼多次跑 這陣子都是 都是霍宏星 對上那幾次 如果不是 潘明輝比較多 這次就輪到潘頓 用到潘頓 當然就要交代 這隻馬 心意很明顯 其實之前他跑幾次 就要霍宏星 跑 他都有一些 挺好的走勢 這次就 排到一檔 用到 潘頓 這次就是他今季的第八次上陣 這次就是他今季的第八次上陣 終於都慢到大頭 交代 這次的心意就很明顯 潘頓和何妍 兩人的合作 其實都是一個信心保證 趁莫雷拉停賽 潘頓都要盡量 要數目收窄 和莫雷拉之間的距離 所以這隻 這一場馬 和真正的對手 又不是太多 這場馬 其實 除了這隻 我都可以留意一下 一號的梁夏寬騰 二號的狼千歲 這兩隻 應該都是 喜悅精靈的對手 所以這場馬 我覺得 喜悅精靈 不是大熱門 因為大熱門 就是落在兩馬 寬騰 還有一檔之助 我覺得 對於這隻馬 出頭 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 今次 尤達 Best Pack 就是 第五場 的 九號馬 喜悅精靈 五場九號 喜悅精靈 提供給大家 希望 希望 這隻 都可以 沒有Win 都可以 相信 潘頓 今次 的尤達 Best Pack 到這裏為止 因為 都知道 我現在 其實不是香港 來的 新在英國 網路 比較差 因為 還在等 家裡 安裝寬頻 安裝了之後 過兩天 應該 網路 就會穩定 一些 上載的東西 會快些 希望 做好 可以 再錄好 給大家看 今集 這個尤達 Best Pack 就到這裏為止 祝大家好運 我們就要到 這個禮拜 入 的 賽事 再和大家 比個心碎 今集 就是這樣 拜拜